我是跟我男朋友一起去看家周山的这个环游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赛前就通过活动举办方的链接 预定了一个酒店加大巴的套餐一共是850元 那么在入住之后发现房间里有个门 但是因为周末活动酒店方回应说房间已经爆满了 我们默认五星级酒店其实安全气所会比较好的 也并不知道隔壁这个门是连通隔壁房间的 15号晚上11点30分呢 我们就开始听到说隔壁有一位男士在打电话 我们都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大概12点有我们准备睡觉了 突然房间里面的这个门在墙壁上 然后这个门突然就被打开了 然后这位男士应该也没有预料到 他这个门的旁边是有人在住的 所以他说了一句就退出去了 对方是一直在道歉 但是并没有给我换房 在我跟前台负责退房的一位姑娘说 我昨天晚上房间被陌生男人闯入 前台的这位女生居然笑出来了 我要求调查这件事情的负责人 包括入住前客房的检查 以及前厅嘲笑我的这位姑娘 我要求做处理 他们的过错在于 第一并没有检查房间 这个门是否锁好 第二酒店并没有尽到告知客人的义务 第三我要求酒店跟我公开道歉 我们现在对这个事情 我们也非常关注 酒店的管理层也在积极的跟客人沟通中 我们也还在调查中 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门是正常来说是不会发生这个事情的 我们对客人来说我们是肯定有责任的 好房的话它是可以同一处 也可以是作为中间有一个连通房这样子的 然后平时如果是作为客房 我们也是中间有两道门的 要同时打开它才能够连通 而且门是朝各自的房间的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同时打开的可能性 除非是同时客人同时去打开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打开 打开